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本来是十二分钟一个 后来是要卖耶稣的 这是约翰福音里面说的 其他就不多说了 全部的名单除了路加福音 舍了达太而加上雅各的儿子犹大之外 叫犹大也是采齐亚米亚 也是常见的名字 所以这个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 都一样有达太而无雅各的儿子犹太 所以这个十二个人是犹大加略的人 后来加的人是马太 马太是后来加上的 马太福音书后来变成第一篇也根据这个来 所以其实是十三门徒 如果你把加略人犹大也算上的话 所以这两个犹大不一样 一个叫做son of James 一个是Judas Iscariot 那Iscariot到底是一个地名还是一个什么 这个学者争议 但是大部分的圣经都写加略人犹大 所以这是耶稣的十二门徒 耶稣需要他们的时候全部都不在 所以这有点尴尬 不过后面弄得不错 那这里画一个表 因为这个表在讲义上也有 就是西门 耶稣给他取门叫彼得 所以他叫西门彼得 这个打勾的是都有的 所以这后面这个犹大的儿子 只有路加文书有 这两个没有 然后这边 对就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你如果看书 要比较到底有什么没什么 你画个表是最清楚的 人家也可以查这样的 好 这个一个 同样一个 耶稣死了之前 可能就有人在想 那谁是继承耶稣的最大门徒 那在传统就是 谁先来 谁就是大师兄 那大师兄就是必然的继承人 可是呢 你如果老师收的门徒多了 那可能后面人不服啊 你收的人少了就算了 收的人多了 你凭什么大师兄 你只找来 你的资质并没有特别高啊 像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就说 他们离开的地方 经过加利利 耶稣不愿意人家知道 为什么不愿意人家知道 可能知道了 就觉得他们是外地人 可能要杀害他 于是教训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还没到耶路撒冷啊 还没到耶路撒冷啊 还没到耶路撒冷 他怎么知道 人要把他交出去 犹大要背叛他 所以有人认为这不合理啊 当然有人认为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他什么不知道 所以你用这个 那当然是合理 如果 另外一个 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 或者他因为这些事情 就他策划 所以他怎么会不知道 懂吗 这有几个 他怎么知道 就看你要不觉得他是 事先策划好的 还是他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那就看你怎么想啊 他们要杀害他 被杀害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 因为这都是旧约里面讲的米赛亚的特征 门徒不明白这个话也不敢问他 很多师生关系就是这样 老师讲的你不敢问 我们在学伦孔子里面也是这样 只有苏格拉底的学生什么都敢问他 还敢踢他踹他 所以苏格拉底是最没有老师尊严的 这些人这个人他蛮例外的 我比较喜欢严格来说我最喜欢苏格拉底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连孔子我都觉得被学生遵从过度 都不敢问他 这里也是一样 门徒不明白的话也不敢问他 同学中间也是一样 什么事情要问老师 不要被老师发现我根本就没来上课 千万别跟老师太常接触 被老师太常接触 被老师认得就麻烦 所以就问来的同学 你有来吧 那最后走也怎么做啊 是不是都这样 我当学生就也这样 没有人敢问老师 都问同学 他们来到加百农这个地方 耶稣在屋里就问门徒 说他们坐在一个屋里面 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 门徒不作声 不能让人知道 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 照那个千后顺序 应该是彼得为大 耶稣坐下 就把他们十二个门徒叫来 那时候还有犹大 加略人犹大 如果有人愿意做首先的 他必做众人的末后 你要领导别人 其实你是要追随别人的 领导者都是为民服务的 照这个意思来讲 所以你的大 不是坐在那发号施令 你还对为人服务 所以要做众人的用人 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门头中间又抱起来 对他们说 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就接待我 凡接待我 这不是接待我 哪是接待差我而来 所以就是上帝的意思 如果要这样理解 那约翰对于耶稣说 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 我们就禁止他 因为他不跟从我们 耶稣说不要禁止他 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 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 反倒轻易毁谤我 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 所以这是门徒争论谁为大 在这里 那谁为大呢 他说这还有继续 凡因你们 你们是属于基督的 基督就救世主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不能不得到赏赐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魔石拴在这个人的颈像 扔到海里 这就必死无疑了 听起来像黑刀干的事情 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 就把他砍下来 这刚刚姐也讲过 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手摟入地狱 入到那不灭的火里去 巧有一只脚叫你跌倒 就要把他砍下来 你缺脚进入永生 强如两只脚被丢到地狱 倘若你有眼睛叫你跌倒 就丢到他 你只有一只进入神的国 强如有两只眼睛被丢到地狱里 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因为必用火当盐焉个人 然后盐本是好的 若失了味可就要怎么在咸呢 他们里头当然有盐彼此和睦 这个刚刚也念过 因为耶稣的记载就差不多这么多 所以讲一讲就对了 好那身后领导权的问题 新约跟典外文献不同的福音书 支持不同的人选 像现在是不是像现在候选人的概念 这个你是哪一派的就讲别人不好 那彼得最后来是他 马太福音说是彼得 雅各跟约翰 约翰福音说是他们两个 然后摩达拉的玛利亚 玛利亚福音说是他 然后义人雅各 多玛福音说是他 然后加勒人犹大 犹大福音说是他 所以有五个不同的选项 最后胜出的当然是他 所以这是今年做的讲义 我做这个时候我就忽然间 每天的新闻都在轰炸 谁要出来选 谁不出来选 什么这些 我觉得真的极度无聊 台湾真的是 都不关心一下 世界发生什么大事吗 就叫乱搞 还有耶稣身后领导的问题 多玛福音说 门徒问耶稣 我们知道你要离开我们 那你离开以后 若真是如此 谁来引领我们呢 耶稣说 无论你们在何处 你们都要到义人雅各那里去 天地是因他的缘故被造的 所以这是多玛福音书里面说的 然后多玛福音书二十一章又说 玛利亚对耶稣说 你们的众门 你的众门徒都像谁呢 他说他们就像安家在 不属于自己土地上的孩子 所以这是这个好像外来人 当这片土地的主人来的时候 他们就说 把我们的土地还给我们 他们要在这些主人面前脱去衣服 为要将土地还给主人 叫他们收回自己的地 所以我说房子的主人 如果知道贼要来 他就要在贼来以前警醒 不让他挖洞进入自己的房屋 抱着自己的财物 同样 你们要警醒 防备这个世界 要用大力装备自己 免得强盗 得路径到你们这里来 因为你们等 你们等待的那种困难 必临到 因为你们中间有明达人 好在骨子成熟后迅速拿镰刀收割 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耶稣说你听得懂就懂 听不懂我也没办法 简单说是这样 所以身后领导位 你这里就没有特别讲是哪一位 好 玛利亚这个 没人排挤玛利亚 所以耶稣说要将玛利亚成为男人 这其实刚刚讲到 他说女人不配得有生命 耶稣说我自己引领她 让她成为男人 这样她就像你们一样成为有生命的灵 因为凡愿意使自己成为男人的女人 都要进入天国 所以这只是刚刚那个五个选项里面 他会说彼得认定耶稣是基督 耶稣不太愿意让人家知道他的身份 他很低调 所以耶稣和门徒出去 在嘎塞利亚 菲利比的村庄去 路上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是谁呀 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洗约翰 有人说以利亚 这都是先知 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 又问他们说 那你们说我是谁 这是别人说的 彼得就回答说 你是基督 就是你是救世主 耶稣的境界他们 不要告诉别人 别乱说 你别乱说是承认真有这件事情吗 还是没有这件事情 其实这两种都有可能 对吧 好 那耶稣论真假门徒 凡成无我主的主啊的人 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 传道奉你的名 敢鬼奉你的名 行很多异能吗 我就明白的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做我的人 离开我去吧 所以做我的人到后来 耶稣不会相信他 好 他讲这个另外的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这是后来很多人 可以拿这个来抵制别人 说你们是假先知 那真假谁来判断呢 这个问题在这里 你们到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去残暴的狼 披着羊皮的狼 就叫做这个典故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经济上岂能摘葡萄呢 基底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 唯独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 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所以凭着他们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这是一个从后面推因的结果 但是在台语里面 其他的语言也有这种话 就是好树出歹损 或者这个不好的祖先 会出好的下一代 并没有像这个那么绝对 所以其他可能性都还是存在 那只是假先知 披着羊皮狼 那所以后来人 都可以骂别人假先知啊 那谁来确定谁是真先知 这是很困难 其实很困难 那初代教会就有保罗 约翰 雅各跟玛利亚 都分别到不同的地方去传教 因为这些人都认为 自己是耶稣的最钟爱的弟子 所以犹大 犹大就死了 好那这个后来就成立了教皇之主 叫Pope 或者叫教宗 教皇是一般的翻译 教宗是由天主教的翻译 原来是Papa 原来叫做爸爸 中国天主教就译为教宗 然后后来尊称一般的高级神人也叫这个 然后基督教在成为罗马国教以后 分成五个地区平等的教 罗马 军事坦丁 耶路撒尔 亚里山大利亚跟安提阿 这几个地方 然后这个西元四百四十五年的时候 罗马主教利耀一世 请求西罗马帝国发布造令 授予他更多的特权 凌驾其他主教之上 原来大家是平等的 后来这个西罗马帝国就打 因此东罗马帝国皇帝在西元四百五十一年 查尔西顿大公会强调军事坦丁堡主教 跟罗马主教在教育上具有平等权 这两个就抄出来 就是去 所以政教合一或政高于教 教高于政在历史上是有演变的 在这个时代还是政高于教 后来在军事坦丁大帝以后 变成教皇可以统治一切 他的精神力量 然后到再后来就变成政教分离 所以这是有制度上演变 六世纪的时候承认罗马主教为教会最高领导 原来罗马跟哪里啊 原来罗马跟这个军事坦丁堡 那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 罗马主教垄断了教皇的称号 所以那个东方的教会 这个叫做东正教没有教皇 严格来说1054年以前 教皇实际上只是罗马主教 那罗马主教呢 自称圣彼得的传人 理应是普世教会的首脑 便称为教皇 约定俗成 约定俗成 但是教会里面并不相信这个 是把我们这些外面的人就相信了 另外一个跟这个耶稣身后有关制度 叫修道院制度 特别是一个圣本堵愿规 圣本堵愿规 圣本堵愿规 文殿大学的时候 考上大学以后 学长就约我们在圣本堵修道院的淡水 迎新活动 到圣本堵修道院 就Saint Benedict 我们现在吃一个蛋叫班奈迪克蛋 有没有 其实就是本堵蛋 你要翻成本堵蛋听起来很怪异这样 所以就叫班奈迪克蛋 或本尼迪克愿规 这个有翻译的 这是在西元523年订定的 对西欧修道院制度有很大的发展 那修道院的最大 这几本数 修道院的几个重要的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酿造葡萄酒 因为葡萄酒可以喝 是因为他们认为那是耶稣的血 所以最早最好的葡萄酒 原来是修道院那样子 第二个 因为他们要每天定时祈祷 所以这个时间的 现代时间的观念是从修道院出来 所以这是至少有两个这种 那基督宗教分类就分成天主教 或叫罗马天主教 东正教还有基督新教 这是基督宗教分类 就把英文的Christianity Christianity翻成基督宗教 因为我们在台湾 基督新教就变成基督教 天主教是天主教 所以这是翻译的不同 崇拜制度里面 他们就有圣人崇拜 所以基督教 天主教里面有圣人制度 那什么人能够到变成圣人 有一个叫做圣痕 stigmata 我们现在在社会学里面 讲到stigma 污名 就是stigmata是多数 这个是四肢上有形似耶稣被钉在十字下的疤痕 两只手 还有这个胸口这边 还有那个脚被十字架钉上的时候的血 有人会在那里冒出血来 可能是血管流了 但是当然被认为是超自然的呈现 有一个圣人叫圣方济各 就是方济慧的这个头 他原来是有钱人的公子 后来就提倡贫穷的生活 叫英文叫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阿西西地方的圣人 方济各 有些冥思苦想 耶稣受难时受的痛苦 久而久之 两手两脚跟肋旁竟然出现了 竟自然的出现钉痕跟枪伤痕 这种八痕被称为五圣伤痕 表示分担了耶稣的痛苦 我看电影里面就有 连俗人 那个电影里面就有一个女的 忽然间出现了五圣伤痕 就教会非常紧张 你是女的 然后你又不是 又不是教会的神者 你怎么可能出现这个 这个教会觉得这个权威大权旁落 就很火 就是有想办法证明它是假的 还有就是圣女贞德的故事 圣女贞德的故事 不管怎么样 其中有一点 就是为什么他觉得他是上帝的侍者 上帝侍者应该是教会 应该是罗马天主教 怎么你这个平民女子 上帝就会告诉你什么事情 所以教会觉得尊严受到 权威受到挑战 所以他们就很反对圣女贞德 所以想尽办法毁谤他 这跟现在做法没有太大差别 世人都这样做事情 还有神圣家族 神圣家族是后来 一个是圣母圣英跟圣约瑟 就是他爸爸 熟世的爸爸 另外圣母圣英圣约瑟 和圣母玛利亚的母亲圣安娜 所以是两个女的跟一个娃娃 这个是baby Jesus 这个题材对于彩色会要表示 特别在文艺复兴时期 常常装饰教堂的圣堂 第二个形式在德国很常见 除了富有情感特色之外 还体现神学上的无原罪使胎 就是耶稣出生没有原罪 虽然他借着人类的母体出生 他没有原罪 其他人都有原罪他没有 这种学说认为圣母玛利亚本人 是没有原罪的 第一种形式是根据的是西方教会 关于 这关子打错了 关于耶稣降生的说法 这个在14到17世纪流行在西欧本地 16到17的绘画中还加上 施洗约翰和他母亲圣母玛利亚的表姐 伊丽莎白 仅仅包含圣母圣音圣约瑟 这种比较简单的彩绘 从16世纪以来在各国的寨子也打错了 天主教意识中特别重要 也表现出一种抵制宗教改革的 地上三位一体思想 这种思想认为 约瑟、耶稣跟玛利亚 是圣父、圣子、圣灵在地上的反应 所以这里还有绘画里面的政治的问题 还有圣人跟丰圣制度 什么样的人可以丰圣 比如他做的善行 然后必须经过当地主教的考察 然后层层筛选 另外一个叫圣事崇拜 或叫圣礼 这是根据基督教词典里面 所以基督教义圣事是圣灵 圣化人们的灵魂工作 使位义的诚意 记忆的意义增加更多的意义 诗意的能够解释 所以耶稣定理的有一定的外在形式 可见的外在仪式能够领受 不可见的基督的宠爱跟保佑 凡曾经领受都可以获得 所以借着这种圣事 来让你再享受到耶稣对你的关爱 天主教跟东正教有洗礼 这个是圣事之一 你小时候就要洗礼 那很多人认为小的时候 因为为什么要洗礼呢 就洗掉你的原罪 先让你有个原罪概念 然后让你洗掉它 如果没有原罪根本就不用洗 不是吗 就像很多人洗澡一样 你今天身体觉得很黏的你洗澡 如果身体不黏了就省掉了 对吧 可以省水的 我的老家河南据说 以前一生只洗三次澡 出生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跟死掉的时候 所以小时候有时候不太喜欢洗澡 就说我们这河南人 怎么可以常洗澡呢 这当然是顿词 随便乱说 洗礼 Baptism 或Cristening 另外监证礼 Confirmation 你要坚信自己是基督徒 这个很多就去的 圣餐礼 就吃吃 如果你去那教堂 他给你一个饼干 没有发酵饼干 再让你说不好喝葡萄酒 那大家现在可以喝葡萄酒 我猜 圣餐礼 告诫礼 就在一个小屋子里面 你跟他告诫 受职礼 这个也叫婚配礼 所以结婚很重要 还有忠父礼 最后死的时候也要做礼 所以这些在基督徒里面 有些已经省掉其中一个部分 原来是七大圣礼 新教一般只承认洗礼跟圣禅 而宗派不承认有这个事情 有些宗派 觉得没有这回事 所以他也不用 那圣日崇拜 比如说礼拜天是圣日 我们叫礼拜天 你想礼拜啊 或者叫星期 礼拜是这个 显然是教会的用法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十七世以前 天主教主教有权在教区内 规定新的节日 十七世教皇 乌尔班八世将圣日数字 限定在三十六个 不要太多了 每天一天都要搞一堆圣日 1918年一天就要确定 只有十个 三十六个减到十个 包括圣诞节啊 什么叫静心节 就是新年 给他一个很好的名字叫静心节 祖显节 或者叫三王来朝节 Epiphany Epiphany现在也有灵光乍现的意思 如果不用呢 就忽然间你有一个好的想法 也可以叫Epiphany 耶稣圣天节 耶稣圣体节 这我们都不是基督徒的话 都不知道这些 圣母圣天节 圣彼得 圣保罗节 万圣节 现在变成是一个 学英文的小孩 毕竟的一个节日 对吧 万圣节干嘛呢 穿着服装 然后去盐 盐房子讨这个糖吃 对吧 英文叫trick or tree 然后现在翻译什么 不给糖就捣蛋 没有小孩捣蛋的了 后来有一阵子在美国 这个就不准小孩子去 因为常常有那连续杀手 不知道小孩给杀了 你自己送上门来啊 所以后来就是家长看着他去讨堂 至少安全 你不知道连续杀手很厉害 所以美国有一阵子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们是住在学生宿舍里 已婚的结婚宿舍 那有些家长也要办万圣节 就又怕打扰别人 因为我们那是从世界各地来的人 所以他就贴一个公告说 你不愿意参加的人 你愿意参加这个人 请在你的房门上画上一个这个 南瓜灯笼的这个东西 他会发给你一个贴纸 你贴上去表示 我们可以敲门去让小朋友玩这个活动 如果你不想让人打扰 你就不要贴这个 那小朋友就会 就会略过这个 所以我在那边都不贴那个 所以我几年来从来没被小孩子打扰过 所以这是万圣节 刚开始回台湾的时候 三十几年前没有人过万圣节 后来没预补习班 多了以后 开始就有万圣节 我想这是可能跟宗教的关系 越来越淡 就像圣诞节一样 商业的关系就越来越强 还有圣母无胎 无罪使胎节 还有圣约瑟节 你看我讲这些 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知道这个 圣人崇拜是要经过教皇批准 有些国家减少或更动圣人 美国不纪念祖显节 基督圣体节 圣彼得圣保罗节 还有圣约瑟节 爱尔兰呢 以圣帕特一个节 取代圣约瑟节 我们在纽约每一年的 Saint Patrick Day游行 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那群天主教徒 穿着绿色的衣服 然后在纽约的第五大道游行 然后吹苏格兰风笛等等的 Saint Patrick Day 其中有个教堂 是他们的主要 在纽约 东方教会有规定的节日 数字都多于西方教会 那圣地崇拜 就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被认为是圣地 那圣武崇拜 就包含杜林十一 或圣碑 圣碑就变成中古的 那个歧视的一些故事 然后当然到了这个 达文西米嘛 那圣碑就不是一个碑子 所以这是 杜林十一一直强烈的被认为 在好几世纪以来 被认为是当初覆盖耶稣的一块布 然后那块布上呢 有这个一个成年男人的一个影子 那后来经过了这个科学鉴定 发现是假的 好像教皇也在哪一年宣布 杜林十一是假的 这些都是圣武 好 那个我增加的在讲义里面 是十字军东征的部分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没有做在这里面 那十字军东征也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故事 就是西方对于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圣地 然后希望在恢复圣地 然后希望这个 那这个在现在来看 因为现在我们学的西方的历史 都是讲十字军东征 你想如果从阿拉伯国家来看 那不就是西方的入侵吗 你入侵的理由就是说 因为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圣地 所以十字军东征发生了非常多次 其中还有一次是小孩十字军东征 那真的是疯狂 真的是疯狂 现在呢这个宗教对于这个世界局势的影响 美国的政治学者叫Samuel Huntington 就认为这叫文明的冲突 那说基督宗教文明跟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 你现在看到中东地区还是这样 那其他的学者就希望能够文明的大和解 彼此的了解 我教这门课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也就是这样的东西 虽然我们没被卷入那里面 但是在全球化时代 我们个人很有机会去见识这个世界 我希望上这门课能让你准备好 对于在跟其他文明国家的人接触的时候 有一些思想的准备或心理的准备这样 那这是耶稣深厚的讲义